随着国庆节前后,孙力军和傅振华两个公安部原来副部长先后被记了齐 现在所有的目光就投向公安部原来的部长孟建柱了 觉得下一个应该就是他,可能会被拉下嘛 孟建柱曾经是周永康的副手 周永康也曾经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然后他的接任者就是孟建柱 那么傅振华也算是孟建柱的当时的副手 包括孙力军,孙力军就是孟建柱直接从上海调过来的 孙力军原来是个卫生局的局长 直接调到公安部,反正也是不搭杠 孟建柱本来是在上海担任副市长 他2001年有机会跟陈良宇竞争上海的一把手 结果陈良宇上去了,他没上去 所以他被弄到江西去担任一把手 后来又从江西调到死法系统 那么他也是应该是太上皇的人 孙力军的话,这个就用词是很严厉的 这个人很有可能被判个死刑 孟宏伟,人家这个副部长只被判了13年 包括以前那个李东升判了15年 那么他这个用词是相当严厉 现在来看孙力军有可能把这个新冠疫情 新冠这个病毒的溯源 他可能把这个机密数据发到澳大利亚 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有留学经历嘛 所以说澳大利亚就咬死了 要这个WHO来调查这个病毒溯源 他比美国都坚定 美国都现在已经不相关了 但是澳大利亚就死要这一块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让人玩味的地方 反正这个孟建柱要是拉下来 孟建柱的当时的他的继任者是郭申坤 郭申坤呢就是铁帽子王的侄女婿 铁帽子王官是太大了不能说 接下来把孟建柱要是拉下来 那就是剩下铁帽子王 就是铁帽子王那个级别的人了 反正这次看这个中央的反腐决心 真的是很大很大 对吧 在二十大之前应该这些人还会拉下更大的 哎呀 这个这个也是看不明白 傅政华反正就是以前是他们这个傅政华 还有王立军就薄熙兰那个副手王立军 这都是正儿吧叫他老公安出身 所以他们这个手上的吧 就是案子也比较多 可能得罪的人也不少 包括他把那个薄熙兰那时候把文强干死 文强其实是万里的人 他把人家给弄死 但是也有人给他通气 就是说文强你留他一条命 你别弄死 那么你以后大家也都互相帮衬着 但是薄熙兰就直接弄死文强 现在来看 孟建柱吧 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他都是这个文职比较多 他担任这种 就是说公安部长也只是挂个职 后来升了这个政法委书记 他可能应该得罪的人不多 所以说我觉得他问题不大 孟建柱 他不像王力军那些人想谋反 还有前段时间 那个江苏的公安局长 王力科 政法委书记 他不是跟王力军也是共过世吗 也在这个公安局共过世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想谋反 你知道吧 曾经在江苏南京 针对国家领导人 有这个同谋不轨 所以说这些人应该被判得重 像孟建柱吧 他应该问题不大 他就是反正站队问题 傅政华应该也问题不大 因为就是前天不是把他拉下来 用的那个措辞并不严厉 我估计这个孙力军吧 可能要被判个死刑 就像赖小明一样 孟建柱和傅政华问题不大 傅政华就是也是老公安嘛 以前什么门头沟事件 白宝山了 甚至马家爵 他2010年一上来 就是高调那个打掉天上人间 北京那个四个高端会所 这四个高端会所 都是他前任公安局长 石正川还是谁留下来的 搞起来 他们都有股份嘛 所以说他把这些打掉 但是后来也没有深究 所以说这个人做事 还是有分寸 不过他就是插手令计划 儿子令谷那个车祸案 令谷不是开了辆法拉利 然后飙车撞死了 撞死以后 当时令计划不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吗 他很有可能升为常委 但是因为这个事 就把他这个政治仕途也给毁掉了 但是据说告密的就是这个傅政华 傅政华一方面也是这个 一方面又把这个信息投给另一方 就是这个傅政华的这块 好 好 感谢观看